都沒有聽到聲音 好,首先很開心今天有這樣一個榮幸的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阿鴻長到一個這麼好的文化 最近如果大家有在注意一些媒體一些廣告的話 像我,就很常聽到一句話 叫做讓我們平凡的故事經驗世界 我最近非常非常常聽到這句話 不管是打開電視、網路、手機也好 或者是看雜誌 也許是聽廣播 或者是參加實體的活動 你都聽不到這句話 因為這句話還是一間很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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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司 也就是活動公司 這間公司的創辦人蠻愚蠢的 他說他要透過六萬塊去改變世界 於是他在三年前的時候 就從存款領出了他所有存款的六萬塊 然後跟全世界宣告說 我要來辦一個雜誌 蘇光樂也就是六萬塊 但贏了可以改變世界 這個故事就在開始了 他們這群人辦了一個雜誌 經過很多次很多次的改版 他現在是長這個樣子 他希望我們也作為青年人對上溝通的一個廣告 目前在全台灣的神品金銀行 跟你想得到的書店都有銷售 在下個月準備要到上海的通路 就是阿楓現在身上穿的衣服 我們會在去火裡面的上海店做銷售 目前發行到第13期已經過了三年的時間 那我們發行目標是希望可以得過五萬個 從最開始的一個人到三個人 最後到八個人 然後解散了 就在今年的年初 這八個人就不過是學生的團隊 我遇到很多很多困難 於是我重新開始建構新的團隊 有了新的佳榮 剛剛有自我介紹 隨著團隊變小 我們慢慢地把一些基礎打穩 解散了所有的學生 找來正直的夥伴 得到一些獎 去訓練自己的專業能力 花園TPQS的人力支援管理 我們就上了很多課去學了很多東西 也在上個月的時候拿到金句獎的肯定 是年度十大的經歷格 這是一本專門為年輕人量身打造的商業雜誌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定位呢? 首先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跟世代之間的學問文化 算一個爭議 提到的 我們都很清楚現在年輕人遇到的困難 花完錢在大幣點兒 可能要找工作、要就業、要做任何的決定 所有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大的壓力 當所有人都面對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開始去思考 想說 如果透過一本雜誌 或是透過我們自己的能力 我們可以出現什麼樣的改變 也就是上業 過去的我們都太過天真 我們透過一群學生想要改變世界 覺得一群學生靠熱情、靠熱血 大家去寫文章去採訪小人物 去發信雜誌 每個月砸二、三十萬的錢 大家籌錢 大家辛苦的過生活 有一天也許可以活下來 但根本是錯的 當我們重新認知了這件事情 去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 去重建了新的團隊以後 我們開始發現 其實 要透過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活下來 是有一些能看在的 那現在我們得到一些想像肯定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一個商業模式 慢慢的透過一本雜誌 去傳遞給大家 我們現在看一下 在廣告業來講 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最辛苦最難打的族群會是誰 三十五歲以下的人 我們都是手機的沛逼入社 你用IG、Facebook、Line 我們懂得所有的社交軟體 三十五歲到五十五歲 他們開始會接受報紙、雜誌 甚至上參加專業的社群 也就是在焦點 你幾乎很少會看到超過三十五歲的人 因為他們會參加更專業的社群 他們會看更專業的雜誌 他們有一個更high quality 的聚會 到五十五歲以上 非常非常難打工他們 你只能透過實際的活動 你要陪他們下棋、喝茶 你走到田裡面 跟他們說我來幫你種植 順便聊個兩句話 否則你根本沒有機會 可以涉入他們的生活圈 那我們就拿三十五歲以下來看好了 再往下翻一點 從十八到二十五歲 我們看似大家 非常非常活躍在這個世界裡面 但事實上是 這是L2L 我們看似大家非常非常活躍在這裡面 但是因為廣道太多了 現在所有的公關公司 跟所有的廣道公司 都在為了十八到二十歲這個區間 非常非常的頭痛 我們根本不知道 你們這群年輕人到底在想些什麼 我要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傳遞給你 我想要告訴你的訊息 或者說 我們根本沒有目標 就像怎麼樣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方向 我們就搭在地圖上 但是我今天可以參加完A再參加完B 再去C再去B 你永遠抓不到我在哪裡 同時這也是面對到最大的問題 鏡頭用一個雜誌 就是我們想要去創造世代跟世代之間的對話 那什麼樣的模式可以得到世代跟世代之間的Bs的認同呢 就是當你今天覺得榮耀 而你的長輩也覺得很有料的時候 都會有網路 你要說網路跟你的爸媽對話嗎 不太可能 要跟五十五歲以上的長輩對話 你傳了一封Email給他 他說 我要怎麼注冊你的帳號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如果想要改變世界 只有兩種人有可能 首先是十八到十五歲的區間 他們有極高的執行力體 比如創意跟勇氣 我們有太多時間跟機會可以犯錯了 再來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人 他們有大量的資金人敗跟經驗 他們最怕的是什麼 你告訴我說 你不會用網路耶 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其實有一些缺點 而我們也很難去戳破這件事情 當戳破了 什麼事情都別談了 所以透過這本雜誌 我們希望美創造也有更平衡的曲線 讓用五十五歲以上的人 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 去告訴他們 我們年輕人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活下來的理由跟方式 所以它是一本 很年輕人的商業雜誌 我們很精準的達到十八到二十五歲之間的 資源的區塊 並且我們有做的網站 每月有超過兩百二十萬個人在看 我們建立了世代跟世代之間的對話 也專門搞定那些最難搞定的族群 也就是公安公司最統統的十八到二十五歲 想像今天有一個在青年世代的代表 我只要下了一期雜誌的封面說 十月十號上街頭 那個力量其實是非常可觀的 而我可以把這個十月十號上街頭的理由 很精準的傳達到五十五歲以上的人 告訴他說 為什麼我們全在這個世界上街頭 而做一件我們絕對的事情 關於現在呢 所有對未來充滿理想跟懷抱抱負的人 都在這裡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成為一個 世代跟世代之間喊話的一個對象 所以也許你會跟我講說 這群十八二十五歲的人 沒有錢沒有人沒車沒房 他們能幹什麼 但是他們是下一個世代的主人齁 有句話說得很好 他說 找到尚未放棄的人 他們就是未來 我覺得很開心 在經過了一年半 很努力的點點撞撞之後 回到焦點 我還看到在焦點台中 還有一群很棒的夥伴在這裡 那我也相信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未來 透過這本雜誌 我想要教大家 用自己的方式活下來 所以這裡soro的所有 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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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對未來懷抱理想 和抱負的年輕人 那你怎麼能夠 還沒有看過小人物雜誌呢 我們想要預言下一個主人公會是誰 也許就是現在在台下的大家 也許是在天下海角的某一個人 我們用最頂級的方式去包裝每一個人 讓每一個人成為封面人物 我們採訪到遙人路 採訪到了豬頭皮 採訪到很多大的路 你有機會可以跟他們 在同一本雜誌上 被報導 好 最後我們回到主題 怎樣讓人評判在故事經驗世界呢 答案是 勇敢做自己 有句話說得很好 他告訴我們 只要夢想大聲說出來 你的夢想就會實現 所以 這期雜誌叫做 我搞文創 但沒打算餓死 很多人去做文創 因為進入的門檻最低 那 我們現在想要邀請大家 開口說出你們的愛 小任務不用賺大的錢 但是我們一定要要把點子好好的活著 所以 那一個活動 只要拿著 我們最稀奇的雜誌 然後 照樣照去說 我有一個什麼樣的夢想 而且我沒有打算餓死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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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你可以更有才華一點 邀請你的手機 或是 對你而言最有 動力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幫我們上傳這張照片 在你而言書 我們就會 送你一個 無過期的咖啡 那也希望 大家可以 經過這次認識我們之後 跟我們有更多的交友 幫我們評判的故事經驗世界 謝謝大家 我是孫大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